歡迎來到我們的華爾街電視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帶給大家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新聞概述 涵蓋了國際關係、音樂產業變革 以及中美關係的最新動態 讓我們一起輕鬆走進這個 充滿變數和挑戰的世界 看看都發生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新聞故事 首先我們來談談南海局勢的最新進展 中作和越南決定建立一條新的海軍熱線 旨在防止南海問題破壞兩國關係 正無疑是對菲律賓在南海領土爭議中美一種信號 此外音樂產業也迎來了一場重大變革 搖滾樂隊KISS的版權以高達3億美元的價格出售 這一交易不僅展示了市場對非聽覺的希望 也反映了音樂產業的新趨勢 接著中美關係方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幕僚長蔡奇 在北京與美國商界大亨約翰桑頓會面 尊促利用其影響力改善兩國關係 這在美中關係 這在美中關係緊張的背景下 尤為引人關注 這些事件不僅展現了國際關係的微妙平衡 也揭示了文化和商業領域的巨大變革 都展示了一個關於合作、創新 和尋求共同利益的複雜圖景 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 這些努力和挑戰提醒我們 無論是在國際政治還是文化商業領域 前行的道路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和機遇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探索這些變化背後的故事 一起見證這個時代的脈動 在這個充滿變數和挑戰的世界中 從國際關係到音樂產業的重大變革 各種新聞事件正展現出時代的越境 和人類努力尋求解決方案的不懈精神 其中南海的局勢、搖滾樂隊KISS的版權交易 以及中美關係的最新動態 都是引人注目的焦點 首先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中國和越南決定建立一條新的海軍熱線 這一舉措被視為是對菲律賓在南海領土爭議中的一種信號 這項協議是在中國與越南的國防部長會談中達成的 旨在實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越南時所作承諾 即建立一個共同未來的命運共同體 防止南海問題破壞兩國關係 此海軍熱線將有助於管理可能發生的海上意外 並加強兩國之間的軍事交流 在音樂產業方面 彭博士報導為一則引人注目的新聞 搖滾樂隊KISS的共同創始人吉恩·西蒙斯 將KISS品牌的版權出售給帕袍 Sentertainment Group BB 交易價格高達3億美元 這一交易發生在西蒙斯預言年輕藝術家 將被Spotify等流媒體服務的商業模式吐露之後 彭博士的專欄作家Lionon Lauren 認為新的支付模式或藝術家發展基金 可能確保新人才的未來供給 KISS版權的高價交易顯示了市場對於非聽覺部分的希望 最後 關於中美關係 《南華早報》再次提供了深入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幕僚長蔡奇 在北京與美國商界大亨約翰·桑頓會面 蔡奇敦促桑頓利用其影響力改善兩國關係 桑頓是巴瑞克黃金公司的執行董事長 也是前高盛總裁開職作為美中之間的非正式渠道 努力增進兩國的了解和友誼 這次會面發生在美中關係 因貿易、技術、人權等問題而緊張加劇之際 這些事件不僅撩繪了國際關係的微尿平衡 也展示了文化和商業領域的巨大變遷 從中越建立海軍熱線以管理南海的緊張局勢 到搖滾樂隊KISS在音樂版權市場的重大交易 再到中美關係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微尿動態 這些故事共同編織了一個關於合作、創新 和尋求共同利益的複雜圖景 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 這些努力和挑戰提醒我們 無論是在國際政治還是文化商業領域 前行的道路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和機遇 在這個時代每個角落的變化都牽動著全球的脈搏 從汽車製造到金融預測 雷道教育改革 哪個領域的創新和調整都在為未來突入 讓我們一起探索這些變化背後的故事 首先我們來到江蘇省 這裡是Spawight Automotive的生產基地 這是寶馬和長城汽車的合資企業 《南華早報》報導稱 Spawight Automotive計劃設計並銷售全球變動車ETT 包括在中國製造的MINI汽車 這些汽車將銷往歐洲和東南亞市場 Spawight治理與公共關係總監Jason上表示 該企業正在為全球客戶設計和製造汽車 除了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徵收高關稅的市場 這不僅展示了中國汽車製造業的全球化趨勢 也證明了電動汽車產業的蓬勃發展 而在金融預測領域 英國央行面臨的挑戰則揭示了一個不同的故事 《紐約時報》 由於對通脹的低估 英國央行宣布將徹底改革 和對英國經濟的預測過程 在過去中央銀行在準確預測經濟增長 和通脹方面遇到了困難 特別是在不確定性高的時期 為此英國央行接受了前美聯儲主席分 戴死國南克領導的審查 提出了12項建議 包括修訂通脹預測的呈現方式 重新評估假設以及投資於軟件和經濟模型 銀行承諾將實施所有建議 並計劃在年底前更新進展情況 這一變革展示了金融機構在應對全球經濟波動時 對預測機制和工具的不斷優化和調整 在教育領域 香港的變革則聚焦於學生的心理健康 南華早報 這一舉措源於對提高兒童心理健康的關注 特別是在官方數據顯示 去年有32名學生自殺的背景下 教育局推出了一項學生心理健康憲章 敦促學校審查考試形式和頻率 並考慮轉向非書面測試 憲章還強調了學生獲得充足休息的重要性 並建議增加休息和休閒活動的時間 這一改革反映了教育領域對學生整體福祉的重視 以及對傳統評估方法的重新思考 從Spotlight Charter Mode的全球電動車計劃 到英國央行的預測機制改革 再到香港教育局對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懷 我們看到了不同領域中的變革如何為未來鋪路 這些故事不僅展示了技術、金融和教育領域的發展趨勢 也反映了全球社會對更美好未來的共同追求 隨著國際政治風雲變換 各國領導人的外交訪問活動更是引人注目 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茲歐瓦首次中的焦點之一 據德國之聲報導 舒爾茲此行預計將持續三天 期間他將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 舒爾茲預計將提出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以及對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和對台灣的激進行動表示關切 此次訪問發生在德國試圖減少對中國市場依賴的同時 也尋求維持與中國的商業聯繫之際 德國國內對於如何繼續與中國進行商業往來存在分歧 一些人希望增加投資 而另一些人則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 與此同時 《紐約時報》報導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 美國總統拜登加強與中國周邊安全盟友的合作 加深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正在進行遏制 包圍和壓迫中國的信念 北京認為自己被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包圍 從日本到菲律賓沿著與印度的喜馬拉雅邊界 一直到太平洋島國 當拜登在白宮接待日本和菲律賓的領導人 達成聯合演習和加強合作的協議時 這種壓力進一步加劇 拜登還試圖通過四方安全對話 夸將印度拉近美國 這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疑慮 在數字貨幣領域 南華早報報導了 Telegram的區塊鏈項目與亞洲的合作新聞 香港的加密貨幣交易所運營商Tashkey Group與TON基金會合作 允許用戶將它拚拚拚拚命加密貨幣兌換成現金 這一合作將使亞太地區的用戶 能夠參與到新的生態系統項目 導師指導網絡機會以及其他孵化活動中 TON基金會在Telegram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和解 而被迫放棄其區塊鏈項目後成立 據TON基金會主席Steven表示 Tashkey的合規性將有助於遵守客戶了解規則 TON基希望於Telegram上的迷你應用生態系統 以推動其區塊鏈的採用 這些報導不僅展示了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的複雜性 還揭示了數字貨幣領域的新動向 德國與中國的商業關係、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 以及數字獲益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都是當前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隨著各國領導人和企業繼續在這些領域進行戰略布局 國際關係和全球經濟的未來走向將愈發引人關注 在這個多變的世界裡 每天都有著令人矚目的新聞事件 從政治風波到商業爭議 再到國際關係的微妙變化 這些故事不僅展示了當前的社會狀態 還反映了各方面的深層次問題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 三篇來自不同國家和領域的精彩報導 探的分別來自彭博社南華早報和南華早報 首先讓我們轉向英國一個政治風波正悄然升溫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英國警方重新開啟了 對工黨副領袖Angelo Wainer的調查 核心問題是他在成為國會議員前 是否提供了關於其居住情況的虛假信息 Wainer被指控在2015年授出他的公務員住房時避稅 並在官方文件中虛假聲明了他的主要居住地 這位副領袖堅稱自己無辜 並聲稱他和他的丈夫保持住不同的居住地 這一事件不僅給他本人帶來了壓力 還在5月的地方和市長選舉前夕 被工黨的競選活動蒙上了陰影 接著 我們轉向南亞的巨大變化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巴基斯坦的新政府似乎對改善與印度的關係持開放態度 然而由於巴基斯坦歷史上庇護恐怖分子的行為 以及印度國內緊張的政治氣氛 文章指出 要想恢復貿易關係 巴基斯坦必須先解決其內部問題 包括實現穩定和起訴激進分子領袖 此外 巴基斯坦在反恐問題上的糾纏 以及未能充分利用中國投資 使得其在與印度接觸方面處於不利地位 最後 我們來看看來自科技領域的一場商業爭議 梁華早報告稱 中國智能手機品牌OnePlus在印度 面臨來自當地零售商的抱怨 這些零售商因為與公司產品相關的未解決問題 而暫停了OnePlus手機的銷售 南印度由組織的零售商協會 托瓦爾提到了關於OnePlus產品的 低利潤邊際和複雜的保修及維修流程等問題 這次銷售暫停對OnePlus來說 可能是一個重大打擊 該品牌在印度市場見證了增長 托瓦爾代表南印度領先的移動零售連鎖店 涵蓋了20多個不同零售連鎖 超過4000家商店 這三篇報導從不同角度 展示了當今世界的複雜性和挑戰 無論是政治上的誠信問題 國際關係中的歷史恩怨 還是商業領域的營運糾紛 它們都出現了解決問題的迫切性和多維度 透過這些故事的鏡頭 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入地理解當前的全球狀況 還能夠反思如何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 尋找和平與共贏的途徑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 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